被老板的麦巴赫撞倒后 我意外听见了他的心声 刚刚是什么玩意儿 突然往老子车上撞 好像是我未来老婆 哎呀呀 老婆你没事吧 我明天就把这破车 送去修理厂报废 不 下午就去 尊敬的王子公主请三连 小朵跟你们是真玩哦 震文现在开始 我揉着酸疼的屁股 坐在地上 一时忘了反应 老板匆匆忙忙的跑下车 我脑子里的声音还在继续 他怎么不动了 不会被我撞坏了吧 我记得我是准备停车 开得应该不快 是老婆自己骑着小黄车 冲上来的 应该是的吧 啊 不行 我老婆这么娇弱 肯定很怕疼 我得赶紧把他送去医院 声音在这时戛然而止 江正景站到了我面前 他弯腰将我扶了起来 神情淡淡 说话冷静 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我呆呆的抬头望向他 在他清冷的目光中 不自觉的咽了口唾沫 江正景扶着我的手紧了紧 他刚刚是不是咽唾沫了 是不是在垂涎我的美貌 父王我每天打扮得这么帅气 终于能勾引到老婆了 不过他为什么表情这么震惊 是不是觉得我车气很差 呜呜 形象一 不行 月底我要找个借口 给老婆涨工资 补偿他 顺便挽回我的形象 涨工资让我回过了神 我也终于明白过来 我好像突然能听见老板的心声了 而且 他居然叫我老婆 我慌张地从老板手上挣托出来 昨天周日 晚上我和闺蜜玩得太晚 导致今天早上起不来 害怕迟到被扣全勤 我骑着小黄车 一路狂飙到了公司楼下 结果没注意到 旁边正在停车的老板 我直接冲着麦巴赫的车头 撞了过去 然后 我脑子里就开始听见了那些声音 我尴尬地冲着老板笑了笑 没事老板 不用去医院 就是您的车被我撞坏了 我 姜正景 不用陪 我抬眼望向了姜正景 姜正景也意识到 自己打得有点快 在我的注视下 用手摸了摸鼻尖 我是不是表现得太明显了 老婆不会发现我暗恋她吧 唉 还没抱一会儿 老婆就从怀里跑出去了 我这追妻之路 抱足且长啊 我无语您噎 在我心里高冷话少的老板 内心系这么多的嘛 而且 老板 咱就是说 你连追都还没追我 能不能别一口一个老婆的叫啊 我感觉世界都疯狂了 姜正景抬手 看看手表 装作很忙的样子 没事 一辆车而已 我等会儿还要去见客户 先走了 如果有事 随时来办公室找我 随着姜正景话落 她的心声再次传了过来 不行 不行 我得赶快离开 老婆太可爱了 再待下去 我怕我会忍不住 想要亲亲她 强吻犯法吗 会不会被当成流氓 我现在如果亲一口就跑 老婆这小短腿 能追上我吗 哈哈 好想试试 你才是小短腿 你全家都是小短腿 我防备的看向姜正景 害怕她真的过来强亲我 我赶紧开口 好的 老板 你去忙吧 姜正景点点头 转身坐回了车中 老婆还没走 看我表演一把完美的侧方位停车 往前 看后视镜 我默默从地上拉起我的小黄车 跑也式的离开了现场 下午 秘书让我去老板办公室送文件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走到办公室门前 刚想抬手敲门 就听到老板叙叙叨叨的心声 传入了脑中 摆个帅一点的姿势 争取让老婆等会进来的时候 对我帅道 好慢啊 好慢啊 怎么还不来呢 一定是秘书办事效率太低 等会扣她工资 哎呀 等会找个借口 带老婆吃饭去吧 这小丫头傻憨憨的 怎么就一点歪心思也不起呢 你说这员工有啥好当的 当老板娘多好 等呀等呀等老婆 嘿嘿后背有点痒 偷偷抓一抓 我被江正景逗笑了 避免被她发现 我敲响了办公室门 然后我的脑子里全是 哎呀呀 来了来了 老婆来了 真的 好吵 江正景用着清冷的语气开口 请进 我推开门 发现江正景正坐在办公桌前 一手撑着额头 一手拿着笔在写写画画 看起来十分认真 这就是她凹的造型吗 我忍着笑意 把文件送到了江正景面前 江正景来了来了 她过来了 呼呼 不能紧张 不能紧张 我 老板 孙秘书让我送来的文件 江正景点点头 目不斜视的拿着笔 在一张白纸上反复签名 我看到后故意问她 老板 你在练习签名吗 江正景一愣 尴尬的把笔收了起来 啊 我在干嘛呀 我为什么不装着看文件 太丢人了 我本来要做什么来着 啊对 我想请她吃饭 可我要怎么开口才不刻意 哎呀烦死了 算了 不为难她了 我笑着开口 老板 你是不是想请我吃饭 江正景的眼皮颤了颤 僵硬的抬头看向我 我感觉她异常紧张 甚至连耳垂都在慢慢泛红 我还没说话吧 她怎么知道 我想带她去吃饭 难道我的额头上刻字了 把我心里想得刻出来了 我现在要怎么回答 老婆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还是她想请我吃饭 说吐鲁嘴了 呸呸呸 江正景你别太自恋了 她怎么可能想请你吃饭嘛 她只会把你傻X老板 压榨我人生 老板 你也不必自我认知的这么完美 毕竟 我也只是在加班的时候 这样骂过你 江正景默默把笔拿起 放进了笔桶中 然后把那张签满名字的白纸 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中 接着她站起身 强装淡定的走到我面前 嗯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嗯 嗯 你怎么还承认了老板 我就是逗你玩 你要是承认了 我不就得真和你去吃饭了吗 我还没做好准备呀 不对 我要做啥准备哦 江正景看我一副纠结的样子 丰富的内心戏又开始表演了 她怎么不说话 是不想和我去吃饭吗 呜呜 果然老婆对我没意思 要不然肯定说好呀好呀 我们去吃什么什么的 上次她和小周就是这样 她还挽了小周的胳膊 哎 她什么时候能挽着我的胳膊去吃饭啊 不行 越想越生气 明天我就把小周派去出差 一个月不回来的那种 蓝寿香菇 老婆为什么不爱我 我是不是害了小周 要不我还是把小周开除了吧 她没了饭搭子 以后是不是就只能和我去吃饭了 江正景 你给我适可而止 为了小周的工作 我连忙开口 好呀好呀 老板我们去吃火锅吧 世界是美好的 简直美好到爆炸了 明天我就给小周涨工资 不 给所有人都涨工资 好 江正景点点头 露出了一抹不太熟练的笑容 不过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心情挺好 也太容易满足了吧 下班后 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和江正景 约定好的火锅店前 江正景已经坐在一个靠窗的位子前 开始往火锅里烫菜了 她换下了工作时常穿的西装 一身休闲辅导 显得年轻了不少 我慢慢往前走去 随着距离拉近 江正景的心声 也开始越来越清晰的 传入我的脑中 在老婆来之前 我要把她喜欢吃的小洛洛都烫好 这样她过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吃完一个 我就烫一个 我要把她喂的饱饱的 不过话说回来 老婆为什么不愿意 和我一起从公司过来 哎 她是不是觉得我很丢人 被同事看到丢面子 看来我要加倍努力 才能变成一个 配得上老婆的好男人 我无奈地笑了笑 加快脚步往里走去 江正景很快看到我 抬起下巴 朝我微微招了招手 语气淡淡在这里 内心 我亲爱的老婆 朝我狂奔而来了 她真好看 坐下后 江正景淡定地 给我递过来一杯刚倒好的椰奶 不过她微微颤抖的手指 可以看得出她十分紧张 放松 放松 江正景 你特喵的给我放轻松 和老婆的第一次约会 你可千万不要掉链子啊 我端起椰奶喝了一口 然后有兴趣地 看向江正景 老板 你看起来很紧张 江正景明显被我这句话吓到了 甚至拿着筷子 正对我家菜的手 都抖得更明显了 对 对 对个屁啊 啊 江正景 你脑子坏掉了呀 你怎么还承认上了 呜呜 老婆会不会看不起我 会不会笑话我 会不会觉得我这样的 纯情小男生 不适合谈恋爱 然后就不理我了呀 我哭死 不行不行 我要绕过这个话题 吃火锅 对 赶紧吃火锅 用肉肉把老婆的注意力吸引走 江正景把他烫好的那些肉啊 丸子以及蔬菜啥的 一刻不停地从锅里捞出来 然后放进我的碗中 吃吧 都熟了 我看着面前快要堆成小山的碗 感觉额头冒出了三条黑线 养猪吗 这样喂我 够了 够了 老板 我连忙阻止了江正景 还在捞菜的手 江正景一愣 在看到我的碗之后 尴尬地收回了手 我养猪吗 怎么把老婆碗里弄了这么多菜 呜 我的印象分 是不是又被扣了 人间不值得 为什么火锅里烫的不是我 好残忍 我忍不住打断他 谢谢老板 都是我爱吃的 哈哈 老婆说他爱吃 人间值得 不能往火锅里烫 不能弄脏了汤底 继续给老婆烫菜哦 江正景又开始往里烫菜 那就多吃点 江正景是我们公司原老板的独子 原老板带着老板娘环游世界去了 就把公司丢给了江正景来管 江正景年轻 又有能力 再配上他敬畏天人的那张脸 其实受到不少女员工的爱慕 其中也包括我 不过说起来也是欣赏更多 我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和老板发生些故事 江正景不苟言笑 十分高冷 除了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们基本和他说不上一句话 他能暗恋我 是我忘乱没想到的 以后有机会 我一定要问问他 为什么会喜欢我 吃完火锅后 江正景说送我回家 这次我没有拒绝 和他一起走去了停车场 老婆答应我送他了 嘿嘿 他肯定没有那么嫌弃我了 停车位上 一辆崭新的宝马M5停在那里 江正景贴心地 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邀请我上车 老婆快上车 你的专属副驾驶 坐上车后 我随口问了一句 老板 你早上的那辆车呢 江正景目不斜视地 盯着前方开车 送去保养了 哼 那辆破车撞我老婆 下午我就送去报废了 想到早上时 江正景心里想的话 我不可思议地看向他 老板 你来真的呀 第二天 我像往常一样 慌慌张张地跑去上班 又是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 可电梯已经坐满了人 二十三楼而已 死不了人 下一秒 不远处的总裁专用电梯打开了 江正景站在里面 朝我招了招手 过来一下 我有些事要问你 嘿嘿 找个借口把老婆喊进电梯 我们就可以单独相处了 就他那时候胳膊瘦腿的 还想爬楼梯 是要心疼死我吗 我没有矫情 在身后一些同事的注视下 快步跨进了电梯 和江正景并排站到了一起 糟了 我感觉自己要嘎了 心脏怎么扑通扑通的 跳得越来越来劲了 不会要爆炸吧 我现在要是晕过去 老婆会不会被吓到 会不会给我做人工呼吸 啊哈哈 突然好想试试 江正景想到这里 突然歪过头 看了看身后地面 像是在寻找合适的躺下地方 我鬼使神差的往后退了两步 想要伸手接住江正景 江正景看向我 我和他面面相去 气氛十分尴尬 老婆这是干嘛 想抱我 抱抱抱 快来抱 我默默收回手 偏过头眼神躲闪 老板 你要问我什么事 江正景 怎么不抱 可 嗨嗨 抱 报销 对 上次小周出差的费用 你问一下他 怎么不去报销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我居然想问老婆 怎么不抱我 差点说漏嘴了 我居然圆过来了 我真机智 我忍笑点头 好的 老板 江正景把我喊去了办公室 说有一些文件 要交给我处理 但其实他只是想和我多相处 他让我坐到办公室里的 高档沙发上 拿着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 无所事事 他让孙秘书 给我端来了咖啡 点心和果盘 将空调调到适宜的温度 贴心的在我的腰后 放了一个抱枕 以及沙发边缘处 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毛毯 是我喜欢的可爱图案 江正景坐在不远处的 办公桌前认真工作 偶尔抬头看向我 让我觉得累的时候 可以用旁边的平板 看看电影休息休息 不用拘束 我端起桌子上的咖啡 喝了一口 我这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把 当老板娘的快乐了 江正景教给我的那些文件 我已经处理完了 江正景让我等他一会儿 等他忙完了过来和我 对对细节 我实在没事做 拿起一边的平板电脑 准备找个电影看 拇指不小心碰到了相册上 一张我小学时的照片 突然跳出了屏幕 照片里 还有一个男生站在我旁边 什么情况 江正景怎么会有我和别人的合照 我盯着照片里的男生想了想 这好像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因为我爸工作原因 转去了一个贵族学校 认识了一个同学 后来因为学费太贵 我父母再次给我转学 然后我和这个同学 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我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江正景 一个念头从脑子里冒出来了 江正景不会就是这个小男生吧 江正景还在低头工作 但是他的余光已经发现了 我在看他 老婆生事在看我 也不知道我现在的动作帅不帅 我要不要装作不经意的抬头 和他来一个深情对视 啊好紧张 没心思工作了 好想和老婆提提 我笑着问他 老板 我总感觉你很眼熟 我们以前生事见过 江正景的眼睛突然睁大 不可思议的转头看向我 你想起来了 我们何止见过 你还答应我长大要嫁给我 然后你就走了 他们就又来欺负我 老婆你快去扒他们裤子 啊呸 不能扒 不能扒 还是扒我的吧 嘿嘿 欺负你 扒裤子 江正景你不要坏我名声啊 我什么时候这么彪悍了 我怎么不知道 无脸 之前没想起来 现在想起来了 我把平板上的照片 给江正景看 没想到照片你还留着 小爱哭鬼 江正景的钢笔掉到了地上 内心发出一阵哀嚎 小爱哭鬼 他怎么还记着这个绰号 我的英勇形象就这么没有了 Pi记一下 没有了 其实本来记得不是很清楚 多亏了江正景内心的那三两句话 江正景小学的时候 长得很秀气 白白净净的 像个小姑娘一样 所以总是受到一些男孩子的欺负 我转学过去的那一天 他一个人站在窗户边 偷偷抹眼泪 我从小就是个眼孔 一眼就看到了好看的江正景 为了套近乎 我就跑过去找他聊天 哦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呀 江正景 因为他们都欺负我 哦 谁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去帮你把他们裤子扒下来 然后套到他们头上去 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你 江正景 谢谢 但是老师说过 这样不礼貌 哦 你还知道不礼貌啊 小爱哭鬼 后来我转学的那天 江正景哭得稀里哗啦 非要拉着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江正景的耳垂又开始泛红了 他侧过头 轻轻咳了两声 那时候小 不懂事 我现在已经不爱哭了 所以 老婆 你别再叫我小爱哭鬼了 啊 这称呼也太羞耻了 简直就是我的黑历史 下次再听见你这样喊 我就哭给你看 哼哼 我眨了眨眼 知道了 老板 就在这时 秘书敲响了办公室门 似乎有合作伙伴要过来谈合同 我也就从江正景的办公室告别 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 又过几天 又迎来了周末 闺蜜再次喊我出去玩耍 说她新谈了一个男朋友 要带给我瞧瞧 我好奇往约定的点赶去 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小伙子 能把我母胎单身的闺蜜收入囊中 下一秒 我就在餐桌上 看到了江正景和闺蜜面对面的坐在那 什么情况 江正景 你昨天还在说爱我 今天就成了我闺蜜的男朋友 你个渣男 我气冲冲的上前 想要把闺蜜拉走 免得她被江正景祸害 然后就在餐桌前 和另一个往这边走来的男生 撞了满怀 她慌张的把我推开 我一屁股坐到了江正景腿旁 好疼 一见江正景皱着眉头 一时忘了反应 老婆 地上坐着的这玩意儿 好像是我老婆 哎呦我去 谁把我老婆撂地上了 江正景猛地站起身 然后蹲下来扶我 另一边 闺蜜推她那个男生 过来扶我的另一个胳膊 哎呀宝贝 你没事吧 把我推倒的那个男生 也后知后觉地蹲下了身 对不起 我条件反射 在周围群众的注视下 我们四个人面面相去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 掀起来 江正景把我拉了起来 闺蜜连忙端了个凳子 过来让我坐下 推我的男生 站在一旁低着头 活像个犯错的小朋友 我看着闺蜜 指向那个男生 你别告诉我 他就是你男朋友 江正景 没错 就是他 敢推我老婆 等回去的时候 我就胖揍他一顿 把他揍得和我那辆 报废的麦巴赫一样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老婆肯定摔疼了 眼角都红了 都要哭了 呜呜 江正景默默瞪了一眼 那个男生 小垃圾 以后你就不是我兄弟了 闺蜜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连忙让我别生气 生气倒是不至于 就是有点疼 可江正景好像挺生气 原来他是陪兄弟出来的呀 我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生气 顺带歪过头 小声告诉江正景 没事 我不疼 江正景 嗯 内心 哼 我才不信 哈哈 还挺可爱 后来我们四个个断了一杯饮品 坐在椅子上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闺蜜朝我水的眼色 宝贝 你觉得我对象的这个兄弟怎么样 她也单身 要不你们凑成一对算了 哈哈 我觉得你们看起来很配 是的 我也觉得我们很配 会说话就多说一点 哈哈 江正景装模作样地喝了一口咖啡 一声不吭 她那个兄弟却凑过来插话 不行不行 我们老江有喜欢的人了 是他们公司一个小员工 老江可喜欢了 整天和我们兄弟几个探讨 怎么追人 怎么谈恋爱 这不 今天就是过来学习的 她近期就准备对那个小员工下手了 江正景 闭嘴 啊 这个大嘴巴 老婆就在旁边 完蛋完蛋完蛋 我差点被刚塞进嘴巴的蛋糕噎住 连忙端起饮料 撇过头喝了起来 她兄弟还在哈哈笑着 你看 还害羞了 闺蜜对此很感兴趣 缠着她对象继续说 然后呢 老江是哪个公司的呀 就我们市里那个江氏集团 是吗 深藏不露啊 闺蜜反应过来 扭过头看我 宝贝 我记得你是不是也在江氏集团上班 我默默点头 她对象立马凑了过来 这要抢 那你不也是老江的员工 哈哈 改天让老江给你升职 哦 对 老江喜欢的人 就你们公司那个小员工 好像姓叶 叫什么叶 叶一和 对 叶一和 你认识吗 闺蜜 我认识 江正景面无表情 毁灭吧 世界都毁灭吧 老子精心准备了几个月的告白 还没出生就夭折了 毁了 全毁了 老子要弄死这个大嘴巴 啊 他兄弟察觉到气氛不对劲 小心翼翼的询问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 我微微一笑 因为我就是叶一和 好吧 现在他兄弟也不说话了 十分钟后 闺蜜带着江正景的大嘴巴兄弟逃走了 留下我和江正景相邻而坐 默不作声 怎么办 我现在要说什么话 才不会把老婆吓走 这暗恋一下子成了名恋 我突然不适应了 好尴尬 老婆怎么也不说话 呜呜呜 他是不是在想着找个借口离开 我拿起饮料喝了一口 转过头看他 你兄弟和我闺蜜都走了 我们顺势也该走了 你看 果然 他想走了 江正景抿了名嘴 反正是周末 我们要不要也去一些地方玩一玩 嗯 嗯 啊 老婆答应了 他答应跟我约会了 我等会儿带他去哪里玩呢 我想想 啊啊啊啊 看电影 电影任人太多 包场的话会不会太刻意 你是 不行不行 我怕黑 到时候老婆知道了 肯定笑话我 游乐场 也不行 老婆好像恐高 到时候就玩不了什么了 啊 好烦好烦 要不我把老婆带回家吧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嘿嘿 冷静 江正景 你在瞎想什么 又不是带回家修修 那是要带我回家干嘛 继续想啊 我好奇 可江正景却不想了 而是问我 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 我心不在焉 你家 好奇心害死猫 我脱口而出的两个字 把我和江正景都吓得不亲 江正景立马低下头 拿出手机一通打字 哦 我现在后 他 司机马上就到 我们去出口那里等他吧 会还来得及吗 好吧 来不及了 我任命的点了点头 嗯 我要相信他 真的想的不是和我修修 江正景把我带去了他家的一个房间中 里面有一些游戏设备 好吧 他是想带我回来玩3D恐怖游戏 莫名的有点失望 是怎么回事 江正景和我一起戴上了3D眼镜 我们瞬间仿佛置身于一个阴森恐怖的古宅中 好黑 好恐怖 我好怕 呜呜呜呜 又菜又爱玩说的就是我 我不能怂 我要带老婆过关 看到鬼我就闭眼 对闭眼 闭眼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要保护好老婆 我要 啊啊 鬼鬼鬼 鬼啊 江正景把手柄扔到了地上 看起来确实吓得不轻 我摸索着走到了江正景身旁 抓住了他的手 怎么了 老板 你没事吧 江正景 没事 手滑不小心把手柄弄掉了 我捡起来 我们继续 老婆牵我手了 哈哈 她牵我手了 鬼有什么可怕的 我现在能揍十个 不 一百个 江正景真如他所想 一路勇猛地带我打鬼闯关 我们一直玩到天色见黑 才心满意足地坐到了沙发上 真过瘾 嗯 真过瘾 江正景伸手把我的碎发捋到耳后 拿出手机问我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他让保姆去买 我随口报了几个菜名之后 静静地转头看向江正景 他的额头有些细汗 趁着江正景的皮肤白皙 看起来异常可口 好想亲一口 江正景猛地转过头看向我 眼睛瞪得浑圆 看起来十分震惊 他怎么了 我试探性开口询问 怎么了 江正景一加一等于几 我 二 他玩游戏把脑子弯坏掉了 江正景 江正景 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会什么都知道 你 江正景点点头 是的 我好像突然能听见你的心声了 这是说起来挺玄幻的 科学解释不了 玄学我也不懂 就觉得十分神奇 先是我突然可以听见江正景的心声 现在江正景也能听见我的心声了 这就仿佛像是我们脱光了衣服里里外外 都被对方看得干干净净 一清二楚 但是他还不知道我也能听见他的心声 还在心里想着 要怎么利用这个成功追到我 想着想着他 突然想到了他听到我的第一句心声 好想亲一口 等等等等 老婆刚刚甚至想亲我来着 我应该没听错吧 我的脸刷了一下就红了 但也承认了 只不过没有用嘴说 你没有听错 江正景表情复杂 你再和我对话 我 嗯 你也能听到我的心声 嗯 什么时候能听见的 不小心撞到麦巴赫的那一天 江正景似乎是回想起了他这段时间的内心活动 转过头朝着我笑了笑 我有些生死看淡的样子 很丢人 想自杀 我试探性开口 那不亲了 不亲 江正景突然俯身 把我压到了沙发上 在我的鼻尖上惹得我痒痒的 想得美 我就这样被江正景亲了一口 亲完之后 他做回原味 想争信地亲了亲嗓子 叶一和 我喜欢你 你呢 你喜欢我吗 我红着脸点头 我也喜欢你 江正景很是开心 和和 说了就不允许反悔了 不反悔 那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 嗯 听听我的心声 江正景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感觉我的脸红的都要低血了 因为紧接着 我的脑子里就传来了一句话 亲不够 老婆 我们再亲一次吧 后来 我问江正景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这个问题 从我听见江正景新生那一天 开始我就想问了 我靠在江正景的怀中 听着她告诉我 很早了 早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从我们第一眼见面 你说要帮我 把那些欺负我的人 裤子扒掉套他们头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可爱 长得粉嘟嘟的 居然这么勇猛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要把她取回家 让她保护我 但可惜 你很快就转学了 等你转学后 年纪那么小的 我居然感觉到天塌了的感觉 我一点也不想你离开 后来 我一直尝试找你 从我儿时找到了成年 一直到我接手公司前 你知道吗 其实找人真的很难找 世界也就这么大 可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找不到你 索性最后老天看不过去 还是让我们遇见了 还好和和 还好你还在这个城市 并且到了我的公司上班 不然 我可能真的就要孤独终老了 江正景说完 搂着我的手紧了紧 随后他问我 你呢 和和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我想了想到 没你那么早 就是在公司见到你的时候 江正景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板还挺帅的 对 小颜控 江正景自从那晚知道 我能听见他的心声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 他丰富多彩的内心戏了 而且他也不叫我老婆了 我气呼呼地问他 怎么恋爱了 还变得生疏了 你是不是得到了就不爱了 江正景无奈无脸 呵呵 你让我缓一缓 之前太丢人了 我脸皮薄 害羞 我掐腰装作生气 你之前一口一给我老婆的时候 可不害羞 饶了我吧 嗯 饶了我吧 老婆 好吧 我饶过江正景了 我和江正景谈一场隐秘的办公室恋情呢 我刚往工位上一坐 一群同事就围了过来 我一脸蒙地看向他们 怎么了 小周抓着我的肩膀 激动得不行 叶一和 啊 你瞒得够深啊 快说快说 什么时候和老板勾搭上的 我亲爱的同事 怎么就变成我的老板娘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这么快就曝光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 小周立马把手机递给我看 页面正是我们公司的大群 几分钟前 江正景连发了好几个大红包 还说最近开心 月底要给大家涨工资 同事们纷纷开始留言 问老板遇到什么开心事了 趁着周末 谈了场恋爱 江正景爱特了我的微信号 介绍一下 这是你们的老板娘 看来 我这场办公室恋情 是注定隐秘不了了 我听了同事的祝福 笑着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在群里回了一句 大家好 老板娘好 方外 江正景他爸告诉江正景 他要和媳妇去环游世界 让江正景去接手公司的时候 江正景是十分不愿意的 为此他被他妈念叨了数十天不孝顺 江正景看到我的第一眼 就认出我来了 于是第二天 他就给父母买好了机票 亲自将他们送去了机场 然后他成了我们公司新上任的老板 策划着怎么对我进水楼台先得月 现在他得手了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